她和许多憧憬大城市的年轻女孩一样 厌倦了乡下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平淡人生 因为她在学校里很受异性地追捧 所以她觉得可爱的自己只要去东京就会被星探发掘 然后成为模特或演员迅速红遍整个日本 她在东京闲逛时恰好看到了正在拍摄模特的团队 她暗喜着放慢了脚步 期待他们会叫住自己 可现实却跟她的预期完全相反 根本就没人搭理她 她不甘心地回头又走了一遍 但依旧没有人看她一眼 可就在她感到不敢置信的时候 负责人突然对着她的方向大喊 但就在她开心地以为是在叫自己的时候 负责人却绕过她走到她身后的长腿小姐姐面前 邀请她成为他们杂志的模特拍几组照片 小玲错愕地看着两人的背影 她猛然意识到像自己这样的女孩 或许在东京就如同街边随处可见的小狮子一样 而就在她感慨的时候 来来往往的人群不时会撞到她的身体 他们不仅嘲笑她土力土气地穿搭 还让她不要站在马路中间 从乡下来到东京丢人现眼 小玲虽然被现实狠狠地拍了一下 但当她看到倒映在玻璃橱窗上的自己时 她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自己差得只是一份不错的学历装饰 所以小玲在假期结束后找到班主任 表示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是东京大学 再不济也是横滨国立大学 班主任听完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根据她对小玲能力的了解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她建议她报考当地的秋田大学 她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了下来 小玲有些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看到书店门口席地而坐的同学 笑着谈论日常琐碎的时候 突然感到了莫名的生气 因为这个小镇上的一切都让她感到了厌倦与无趣 所以她觉得还是只有去东京 才能遇到自己想要的机会 在秋田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垂头丧气的小玲跟兴高采烈的同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仍然认为这里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应该出现在东京很难预约的餐厅里 她会拥有一份体面满意的工作 和一位帅气多金的男友 一起住在富人区的六本木星城 她可以去看电影院的深夜表演 也可以去乡根过夜旅行 最后带上名牌的订婚大钻戒 过上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达成人生圆满的成就 她在意想的美好中笑着抬起了脑袋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破旧萧条的小镇 巨大的落差让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小玲在秋田大学毕业后 迅速逃离了偏远郊区的家乡 前往了带有滤镜的东京 她一家一家公司的面试 然后在路过六本木星城的时候 下意识地停下了脚 她一想到这些窗户后面 住着各色各样的名媛时 她就在心底更坚定了 在东京闯出一片天的决定 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接到了一家面试公司 通过面试的电话 她激动地对着电话连连感谢 随着工作解决之后 接下来就是寻找居住的地方 因为小玲想要开始 梦幻般的东京生活 所以她的首选就是豪华的社区 可她找了房子之后才发现 豪华的社区不仅租金昂贵 周边的配套也不完善 而且距离电车站也很远 她当然不会知道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 都是开车出行 在大型商场的餐厅吃饭 中介大叔跟小玲 确定了她的月薪是23万日元之后 她说通常最高的租金 应该是在工资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她建议小玲限时一点 尽量考虑租金 在7万日元以内的房子 但小玲也只是考虑 稍微远了一点的吉祥寺 可她还没走到房子的位置 就累得不行啊 如果她想要离车站近一些的话 预算就要提升很多 中介大叔在这时突然想到了三茶 她不仅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而且以小玲的预算 也可以租到很不错的房子 三茶是一个很适合过渡的地方 这里不仅距离电车站很近 而且也有新的商业界 她适度时尚 也适度普通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像是一个城中村 她这种平庸的感觉 很适合作为外来的年轻人的第一个家 小玲租好房子之后 她换上便装 开始散布熟悉这里的街道 可她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迷路了 因为手机落在了家里 所以她只好硬着头皮 走进一个眼熟的巷子 但她直到走到筋疲力尽 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她只好求助遇到的第一个路人 男人倒破小玲秋田口音的时候 她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拼命掩饰 她连忙解释自己也是来自秋田的 所以才能听出她轻微的口音 在外地遇见同乡的亲切感 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她一边询问小玲住址的特点 一边热心地表示 会帮她找到回家的路呢 可两人还没走出多远 小玲就突然认出了自己的住所 因为在这么近的距离迷路 所以她甘大地缩起了脑袋 小玲在一家时装公司 做库存管理的工作 这里的女员工大致分为了两类人 看上去装扮时尚 妆容精致的女员工 她们大多都是一些工资不高 负责不起眼的行政类的工作 而看起来衣着普通 不怎么化妆的女员工 则大多都是核心部门的成员 两类人的作风与目标 也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类人每天都会围在一起 讨论什么好看 什么可爱 然后准时准点地下班去参加联谊 她们想通过联谊 抓住一个住在六本木星城的优秀男人 而第二类人则是注重事业的职场女强人 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奋斗 准备靠自己的能力住进六本木星城 同事们对新来的小玲 会逐渐走向哪一种方向感到了好奇 小玲热情地跟公关部的有戏打招呼 说自己很佩服她的工作 有戏也礼貌客气地回应了她的问号 在她离开之后 有同事突然笑着告诉小玲 梁子组织的联谊会经常会出现很多优秀的男人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小玲好奇地问起梁子 她今晚的联谊会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男人 可就在梁子炫耀她人脉宽广 以及跟年轻的政治家约会过的世纪时 她突然接到了上司的电话 要求她今天必须上交仓库库存的控制表 她瞬间就因为沮丧而垂下了脑袋 小玲不过好心地关心了她一下 却被她强行裹挟地替她加班完成工作 而作为替她加班的补偿 她会邀请她参加下周与精英男士的联谊 小玲独自在公司加班到了很晚 可梁子却突然发来了联谊大获成功的炫耀消息 她这种杀人诛心的行为让小玲感到有些郁闷 但她却没有就此放过小玲 小玲在家里吃便当的时候又收到了她的消息 他们现在在一起开心地唱卡拉OK 她瞬间就没了吃饭的胃口 她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有希的电话 她邀请她来附近的烤肉店一起喝酒聊天 小玲在见到有希的时候 她戏谑地调侃起两子的自我介绍 他们对两子的吐槽让小玲意识到 这两类女性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 而就在这时 有希的大学同学突然走了进来 她就是那天热心地帮小玲引路的男人 他们互相认出了彼此 缘分让这两个同乡之人产生了朦胧的爱 因为随着物质生活得到安定满足之后 人们会逐步去向于精神生活 所以她在看到一对情侣亲密无间的互动时 会感到有些羡慕和嫉妒 可就在她用工作很忙 没时间谈男友的借口自我安慰的时候 植树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小玲跟她聊起了在三茶很受欢迎的面粉制品 但她却突然有些遗憾地说 如果想要保持身材的话 就不能吃这些了 植树好像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 她竟只走到章鱼烧的摊位前 买了一份章鱼烧递给小玲 这种被人迁就的感觉让小玲很开心 两人因为住在同一个社区 日常生活的作息也很相似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路上碰见彼此 可当小玲询问植树的时候 她却故意说成自己在跟踪她 小玲故作生气地推了她一下 他们的关系很好 就差了一个捅破窗户者的契机 植树向小玲介绍了许多味道不错的餐馆 带着她穿梭在三茶的大街小巷 详细地跟她介绍每家餐馆的特色美食 当她说起在三角区后面的赤轨饭店里很棒的清酒时 破号酒水的两人都不受控制地吞咽起口水 他们对视一眼后默契地来到了一家味道不错的烤肉店 然后一边喝酒吃肉 一边聊起了彼此的生活 小玲因为经济条件有限 所以她工作日都在家里做饭 期待着周末外出吃饭喝酒 植树夸赞她很会生活 接着表示自己也会做饭 然后岔开话题聊到了开道很晚的便利店 小玲也熟忍地念出了哪家超市的东西物美价廉 空气渐渐弥漫起了暧昧的气息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小玲突然意识到植树的笑容十分朴实 就像她喜欢的这个小镇一样 对于这个时期的小玲来说 她能想到的爱情大概就是这样的 她看到植树突然停下脚步的时候 本以为她是想要跟自己表白 可植树却不解风情地对她说她家道 小玲只好尴尬地点了点头 但她看着植树渐行渐远的背影时 她的情感却突然不受控制地爆发了 植树直到此时才注意到 小玲脸上流露着小女人般的忐忑与羞涩 她笑着搂上她的肩膀 她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归结生日的这天 因为女同事都没有把她当成男人看 所以来了许多女同事帮她庆祝生日 小玲也直到这天才认识到 女人对女人的敌意竟然会如此之大 随着有戏突然把开平器摔在桌子上 她开始大笑着揭露梁子的牢底 虽然梁子现在看起来很心潮很高傲 但在当时他们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 她不仅一品穿搭都十分老土 甚至还是一个不知道电车是双向的土包 她的贬低与嘲笑让梁子露出了一点黑线 也让其他同事尴尬得不知所谓 听到这话的有戏仿佛被人施展的定身术一样 突然僵硬地愣住 梁子笑着说她早就知道了她外遇的事情 她只是没有锁定是她的客户 还是住在她家附近的邻居罢 梁子戏谑的笑容和亲烈的神态 让沉默许久的有戏突然猛地起身离开了这里 可她前脚刚走 梁子后脚就拿起酒杯祝归节生日快乐 然后调动尴尬的众人一起唱生日歌为归界庆祝 但就在大家以为两人的争斗 以梁子的胜利结束的时候 有戏的反击却来得如此迅猛 第二天 梁子组织了一场跟贸易公司的高质量男性的联谊 因为在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 盛也看上去像是那种腼腆容易拿捏的男性 所以她以大家面对面会感到尴尬的理由 提议大家交换作为男女错开走 梁子一眼就认出了盛也的爱马仕领带 她说这个颜色只适合少数人 但是她带着就很合适 夸赞她的眼光很独到 可就在她帮盛也倒酒的时候 有戏突然盛装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她举手投足间的妩媚气质 瞬间就吸走了所有男性的目光 她不仅挑衅般的希望坐在盛也跟梁子的中间 还假装不小心踩了梁子一脚 被踩的梁子却不得不装出一副没关系的样子 可她刚坐下就批判盛也的领带跟她不搭 而盛也也讨好般的迎合她解下了领带 她这种掌握全局的女强人气场 与她不请自来的突然袭击 让梁子感到了异常憋屈 但她不仅没有认输 反而出言打断了有戏的侃侃而谈 可有戏瞬间就从她那里夺回了聊天的主动权 让她沦为帮他们点菜的服务生 梁子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离去背影 她的脸上露出了恶狠狠的目光 他们的争斗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因为梁子自从那天之后 已经一个月没有参加任何联营 所以有戏得意地说 她可能终于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了 可就在有戏调侃她还没有给自己付上课的学费时 突然有同事叫她现在去一趟会议室 而同事的脸色让她意识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她在会议室里遭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历生训斥 龟介和小玲意识到 这个女人就是梁子那天口中有戏外遇的了 龟介下意识地看向了身后的梁子 她脸上灿烂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一脸得意地告诉龟介 她猜得没错 有戏的外遇对象是她的客户 面对龟介的疑惑时 她说自己花了一个月的薪水雇了一名私家侦探 她因此一个月都没有闲钱去参加联营 因为植树跟有戏是大学的同学 所以她对有戏的遭遇不免有些担心 她跟小玲说起了有戏的事情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位有家室的教授有染 她从那时开始就只跟已婚的男性约会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今晚的分歧会成为两人日后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戏将会被公司调到九州去修整工厂 虽然从明面上她是升职加薪成经理了 但她却被调离了核心的东京总公司 已经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可能 有戏在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 周围同事的窃窃私语让她感到有些不舒服 她可以说得彻彻底底 但绝不接受自己被人当成一只猴子来看 所以她猛然站起身子 笑着感谢了大家的照顾 然后大不留心地迅速离开 梁子对此感到有些不屑 她说有戏只是在逞强 维持她那可怜的体面而已 小林此刻才真正地体会到了职场争斗的藏 她看着躺在身边熟睡的男友 突然对自己从乡下远赴东京的目的感到了迷茫 虽然她跟植树在一起的时候 感到了内心深处的快乐 但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每天一起上下班 一起手牵手买菜回家 虽然植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但她会用自己炙热的眼神 与紧握小林手心的方式 让她感受到她心中澎湃的爱 小林也的确被当下平淡的小确幸所感动 可他们这种平淡的幸福 她即使在家乡也很容易获得 所以她不知道自己从乡下搬到东京的努力拼搏 是否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随着小林在五年间从库存管理员做到品牌经理之后 她离开家乡远赴东京时的野心 就像上鱼的鱼镖一样怎么都按不下去 所以现在这种甜静而温馨的生活 已经无法满足她心中不甘平庸的欲望 小林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内裤 看到上面起的毛球石 她不仅对这种平庸的生活痕迹感到了厌恶 也愈加坚定了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她开始有意识地装扮自己 频繁地参加比较高端的联谊会 努力地寻找能让她踏上下一个阶段的踏板 惠比兽战是他们今晚联谊会的集合地 小林感受到了空气中传递着一种很激动的感觉 他们都在期待着即将展开的爱情故事 但当女同事说丽奈还没到的时候 小林感到有些不解 他们为什么会邀请那个长得像时装模特一样可爱的女孩 女同事的大笑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她之前一直在跟植树谈恋爱 所以她不知道丽奈现在是这个圈子里出了名的傻白天 他们把丽奈当成了联谊会的诱饵 用她的照片让参加联谊会的男方带一些高质量的男性 不仅如此 她还可以帮助他们区分出目的不纯的愚蠢男性 丽奈在联谊会开始后才姗姗来迟 虽然她的性感吸引了在场男性的目光 可她豪爽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后 却当中打了一个长长的宝格 联谊会上的男性瞬间就被她轻浮的举止给恶心到了 不仅她交好的容颜在此刻变得索然无味 他们甚至因为内心的厌恶想要离开这里 但还是有一个男性主动坐到丽奈的身边跟她攀谈起来 女同事们都纷纷露出了不出所料的得意神情 虽然丽奈既简单又轻浮 但她的外表比较漂亮 所以现在还接近她的男性显然是不怀好意的 她替众人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 而就在小林有些错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时 有一个男性突然坐到了她的身边 小梁刚坐下就介绍起了自己的条件 她今年28岁年薪800万日元 她说她是她这个年龄段里的最好员工 然后顺势问起了小林的名字 她不仅自负地说她的年薪很快就会超过1000万日元 还说她是将被调到纽约的高质量男性 小林意识到她在给自己化定居国外的大饼后 她连忙找了一个上厕所的借口起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 她刚好撞见了山山来迟的龙芝 她看上去就是那种腼腆的老实人 所以小林的双眼瞬间放光 连去厕所的借口也不装了 她跟龙芝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单独聊天的时候 她不仅在龙芝身上找到了年少多金的味道 还从她飘飘的谈吐中听出了时尚东京的味道 所以当她拿出名片地点小林 说自己住在惠比寿的时候 小林瞬间就说她准备在惠比寿居住 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事态 第二天 小林很干脆利落地背着植树在惠比寿租下了一间套房 因为住在惠比寿的很多女性都随时做好了为爱情献身的准备 所以她为了不被她们比下去 她走进了一家中高端的内衣店精心挑选内衣 她不过只是挑选了三套内衣 她们的价格就高达了65,323日元 虽然这个价格远超出了她的心理预期 但她还是咬牙刷卡买下了它们 小林有了目标之后 她的身上浮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气质 她很感谢作为过渡的三茶 是她的烟火器和廉价的时髦感 让她没有在憧憬又陌生的东京进退微谷 可三茶不仅是一个舒适的居住地 更是她们这类人的一种考验 因为小林在五年的时间里 渐渐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东京女子 所以三茶这种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才会让她感到不舒服 虽然对她而言 能在三茶开启东京生活真的很幸运 但这里平临化的生活 如今已经无法满足她的欲望了 小林再次在章鱼烧的店铺前 看到一对恩爱的夫妻时 她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龙芝看着她的眼睛 一脸真诚地说 她们以后可以经常约会的神情 她一想到未来能更进一步地生活 她就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小林对植树没有任何抱怨 她也没有做错任何事 她只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在三茶止步 她想要看到东京更高处的风景 所以当有些醉意的植树 走到小林租住的公寓楼下时 那间熟悉的房间变得漆黑一片 龙芝带着小林走进了另一个圈层 她在龙芝的文化熏陶下 拼命地汲取着所有能让她成长的养分 小林一想到她的青春期 就是在惠比兽度过的时候 她就感到了非常羡慕 所以她总是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侃侃而谈的她 如果30岁前就能去阿尔罗比熊餐馆约会的话 那她就是一位成功的女性 而就在她打算在两年内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 龙芝突然问起了她的生日 她说她经常在纪念日的时候来阿尔罗比熊餐馆吃饭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小林有些猝不及防 她开心地低下脑袋 然后深情地对上龙芝的视线 幸福地靠在她的肩膀上 小林在惠比兽广场上跟朋友互相认出了彼此 他们在暗中攀比各自的男友 这种碾压式的胜利 让她的脸上洋溢着虚荣的幸福笑容 小林在上厕所的时候 听到女同事在外面议论她悄悄当上品牌精灵 以及跟帅气多金的富二代交往的事情 他们不仅对此感到十分意外 还认为以小林的潜在价值根本配不上她拥有的这些 他们虽然对小林表达了极度的批判 但镶下来的小林的逆袭人生 也让他们看到了联谊会的巨大潜力 小林等到他们走后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她在某一方面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女同事羡慕的人了 虽然小林现在的生活和工作都达到了自我满足的峰值 但她为了不输给那些优先考虑联谊会而不是职业的女人 她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忙碌且充实 因为龙芝在知道小林热爱她的工作后 她不仅没有劝阻 反而鼓励她继续努力 甚至还把她介绍给她的母亲认识 所以小林开心地以为他们结婚的事情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可当小林问起结婚的事情时 龙芝却说她是不婚主义者 因为小林只是把她当成是进入圈层的踏板 所以她只是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她在服装店里看中了一件喜欢的礼服 可她吊牌上高达30万日元的售价 却让小林有些望而退却 但当她想到龙芝要带她去阿尔罗比雄餐厅帮她庆祝生日的承诺后 她狠心地用信用卡做了循环分期 她宁愿偿还30万日元的高额利息也要买下这件礼服 如果她能在30岁之前去阿尔罗比雄餐厅约会 那她就是一个成功的东京女人 所以她花费这么巨大的代价 只是为了匹配自己是成功女人的虚荣 小林在还清信用卡之前 她不得不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泡面 因为龙芝那天用不婚主义者回应她不结婚的说辞 让她产生了一些困扰 所以她特意邀请男同事出去吃饭 想听听她用男性的思维谈谈她的看法 小林不仅调侃她的思想太落后了 还说恋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恋人太依赖婚姻制度的话 他们就可能会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 因为龙芝在小林心中的形象十分高大 所以她很容易被她打上思想烙印 被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思维逻辑 小林因此不仅听不进朋友的警醒 反而觉得龙芝跟她对婚姻的看法相似 她沉浸在跟她一起出入上流社会的虚荣之中 小林从身后抱住了跟客户打电话的龙芝 她再次向她承诺 她会在埃尔罗比雄餐厅为她庆祝生日 小林暂时打消了在这之前的所有忧虑 可当她在生日那天 穿着精美的礼服在埃尔罗比雄餐厅门口 等待龙芝出现的时候 她突然收到了她临时有急事不能来的消息 虽然她感到了隐隐的不安 但她却给龙芝发去了她能理解 祝她好运的消息 但就在小林可怜地吃着泡面的时候 她突然接到了乡下母亲的电话 从小林生日那天开始 她就再也没能联系上龙芝了 她也尝试过去她居住的公寓楼下蹲守 虽然她房间的灯光一直亮着 但不管小林按了多久的呼叫门铃 却始终都无人应答 小林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她遇到了之前联谊会上那个自负的小梁 可就在她嘀咕晦气的时候 小梁主动上前邀请她一起去吃饭 也许是察觉到她同样流露着失落的情绪 所以小林同意了她的邀请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小梁突然打开手机上的新闻递给小梁 她说这个笑容甜美的女生就是龙芝的未婚妻 她看着小林一脸不敢置信地表现 她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但她不仅没有回答她的疑惑 反而自顾自地说起了自己优秀的工作履历 小梁说她让一个新项目取得了成功 她原本是可以借此调到纽约去的 但公司最后却将这个名额给了靠父母关系入职的龙芝 他们老板还专门提点过她 她如果跟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人结婚 会对她的前途很有帮助 让她在调到纽约之前好好考虑一下 成績も上げてきたのに 叶わなかった お前も同じ 小林对小梁的结论有些不服气 她凭什么认为那个女孩比她更好 但小梁却反过来问她 她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龙芝而不是她 她知道小林只是想嫁给有钱人家的公子 虽然他们这种女人总把爱情和感觉之类的东西挂在嘴边 但归根结底 他们喜欢的只是能满足虚荣心的奢华生活吧 如果他们无法看到这些 感情和诚意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 小梁话刚说完 她就拿出账单让小林支付一半的费用 因为她知道就算她这顿请了小林 她也不会为了这点小钱感谢自己 两人在路口分别的时候 小梁主动向小林伸手 小林一边调侃她一点也不哭 一边握上了她的手掌 两个原本互相看不上对方的人 却在此刻成为了朋友 小林突然叫住了离去的小梁 询问她男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女孩 小林错愕地愣在了原地 她终于知道她跟龙芝在一起的时候 她为什么经常会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啊 龙芝之所以在知道她热爱她的工作后 还鼓励她继续努力 只是为了不让她有闲鱼的时间去思考她的言语与行为 而带她去见她的母亲 则是为了制造一个虚假的异想 延长两人在一起的日子 小林不甘心地再次按响龙芝公寓的门铃 但龙芝却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可是门铃上的小林 然后轻轻地关掉门铃的声音 她笑着转身将未婚妻拥入自己的怀中 轻易地抚摸着她的脑袋 小林在按了半小时的门铃后 突然跑到外面看着龙芝卧室的窗帘 她这下终于对她死心了 小林来到向往的埃尔罗比熊餐馆后 她一边喃喃着关于她的传说 一边失落地坐在了台阶上 然后点开了关于龙芝未婚妻的介绍 她说她最喜欢去的餐厅 是她经常去约会的埃尔罗比熊餐厅 朋友和同事告诉小林 龙芝的未婚妻应该就是职业女友 他们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和名人结婚 所以他们通常也被称作是花瓶妻子 可当大家讨论30岁是女人在职场的转折点时 小林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 因为她在之前频繁的联谊与龙芝的交往中 已经习惯了比较奢华的生活方式 所以一直没有降低生活标准的她 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了债态高筑 小林只好鼓起勇气询问上司 能不能给她加一些薪水 上司不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还说她工作能力的极限就值这么多 小林为了解决自己的债务危机 她迫切地需要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她在个人简历上寻求年薪在700到1000万日元的岗位 但她的简历却得到了古池的青睐 她受邀去面试750万日元的岗位 小林不仅为今天的面试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还专门请了一天假 提前抵达古池所在的营作 因为现在距离面试时间还有很久 所以她惬意地逛起了繁华的街道 她在一间和服店门口驻足欣赏精美的布料时 突然有一个男人说店里有更适合她的款式 她说橱窗里的展品虽然很华美 但小林已经有了部分华美的气质 而华美与华美的搭配会冲淡高贵的气质 所以她更适合这种淡雅的高级布料 虽然她的价格比较昂贵 但在搭配不同的配饰后 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 可就在小林回味优雅的自己时 她突然想到了古池的面试 但误解的和服店老板让她不用紧张 她无意迫使她买任何东西 她不需要找一个不买的借口 小林一边解释她有一个工作面试 一边匆忙地离开这里 和服店老板对她的有趣表现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小林在和服店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她不得不穿着高跟鞋在大街上奔跑 赶在面试开始前抵达古池 可见面后的第一眼 古池老板安奈就让小林把头上的汗都擦了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太着急了 没有检查自己的医用仪表 因为这家古池的客户大部分都是法国人 所以在秋田大学主修法语的小林 才会得到这次的面试机会 她听出安奈用法语提问她的时候 她也用法语回答她 顺利地通过了面试的第一个考验 可当安奈询问小林住在哪里 她自信地说住在会比寿的时候 安奈的语气有些不屑 她说那里是年轻女孩居住的地区 而小林回答自己的爱好是看电影的时候 她又直言这等同于没有爱好 然后问小林1985年发生了什么 小林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到答案 但当她坐在公园里懊恼不已的时候 她却惊讶地接到了她通过面试的电话 小林看见老板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她微笑着走到她的身边 把辞职信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傲然地说她找到了一家 会付给她更多薪水的公司 这种打脸抱负的感觉真的太爽了 因为小林对生活和工作都有了新的目标 所以她在30岁的时候重新审视了会比寿 她曾经以为这里是成年人的城镇 但她在仔细观察后却发现 这里是崇尚保守时尚 喜欢参加联谊会的年轻女孩的城镇 小林觉得会比寿是在30岁之前应该毕业的地方 所以她决定搬到一流的城镇银座 她认为银座才是真正适合都市时尚女性生活的地方 小林去古池上班的第一天 她患上了一身艳丽的蓝色 她本想在新公司凸显自己的存在感 却因为工作上的差错反而被安奈责骂了一顿 公司发心日这天 女同事邀请小林一起去附近的中高级餐厅吃饭 但小林却以手头上的工作太多 没有时间吃饭的理由婉拒了她 因为小林在古池工作了一年之后 她发现安奈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 她甚至觉得她已经到了很享受奚落责骂的程度 所以小林为了避免犯错惹到安奈 她每天都会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可当小林好不容易完成工作的时候 她又突然想到了安奈有让她买30个空野的最终饼 但她不知道购买空野的最终饼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所以她注定白跑了一趟 可就在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安奈交差的时候 突然有人递给她一袋空野的最终饼 她认出男人就是一年前遇到的和服店老板 她不仅向小林介绍了最终饼的预约方式 还把自己的最终饼让给了她 可就在小林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 她却坦言自己原本就是想用她去勾搭酒吧的服务员的 不仅如此 她还纠正了小林对木盒包装的错误认知 虽然木盒包装看上去很高级很气派 但她却会让里面的食物沾染上她的气味 小林的古灵精怪让她对她的兴趣愈发浓烈 所以她叫停了她打算拿钱补偿她的举动 她看着坚持要给自己回礼的小林忍不住笑了出来 小林似乎读懂了她话里的暗示 安奈看到小林把空野的最终饼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她感到有些惊讶 因为她没有告诉小林买饼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而当她问起她为什么没有选择木盒的时候 小林自信地附述了和服店老板的解释 安奈第一次满意地对她点了点头 小林下班之后 她按照约定在楼下等待和服店老板的出现 而就在这时 她身后突然有人走过来邀请她坐上豪车 和服店老板跟她招了招手 然后把手边的鞋盒递给她 让她现在打开看看 小林看见鞋盒里出现的奢侈品牌的高跟鞋后 她对这样的见面里感到有些震惊 小林换上新鞋子后惊讶地发现 鞋子的尺寸竟然大小正好 和服店老板得意地告诉她 她的眼睛就是最精准的尺子 她带着小林走进了一家高档的音乐餐厅 然后点了法式松露额干作为今晚的主菜 熬虾作为开胃的前菜 首席法兰西香槟作为饮品 小林联盟表示 这餐应该由她来请客作为感谢 但她却微笑着说她已经感谢过她了 她的回答让小林有些错愕 但她随后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在之后的两年里 和服店老板带着小林尝遍了银座所有的一流餐厅 体验过了绝大多数的奢侈生活 她坐着用金钱搭建的自动扶梯 快捷舒适地冲上了更高的阶层 她在33岁生日的时候登上了杂志封面 她将杂志放在包包显眼的位置 准备跟朋友一起庆祝生日的时候 拿出来好好炫耀一番 可当她打算和他们一起喝香槟庆祝的时候 朋友却一脸歉意地点了一杯没有酒精的啤酒 其他人也纷纷点起了健康的果汁饮料 她被他们的奇怪举动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朋友看着满脸疑惑的小林笑了出来 有两人说他们现在正在哺乳期 有一人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最后一人甚至二胎都已经怀了八周了 小林错愕地看着成为焦点的那人 她突然感到了一阵孤独与迷惘 今天明明是她33岁的生日 可本该成为主角的她却成了一个插不上话的边缘人物 她连忙拿出杂志想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 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但她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他们 而事业也成了没人在乎的话题 他们聊天的话题围绕着家庭与孩子 还纷纷拿出手机秀一秀自己可爱的宝宝 被冷落的小林只好挤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她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一个局外人 她一边默默地把杂志放回包包 一边自嘲自己是浦岛太郎回到人间 她不过是救了龙女去龙宫享受了几天荣华富贵 回来后却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过去那些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女性朋友 如今却都已经为人亲 他们聊天的话题也从职场与联谊变成了丈夫与孩子 被他们冷落的小林愤懑地把香槟一饮而尽 曾经那些欢笑过的时光就留给回忆吧 她带着苦涩的笑容一直熬到了聚餐结束 小林信信地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 虽然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羡慕的人 但她却更是一个跟大家格格不入的女人 虽然跟着这样的男人可以过上奢华的生活 但如果想要获得世俗眼中的婚姻幸福 她就必须要跟她分手 无论场面会有多么难堪 所以她第一次主动邀请她来酒店见面 她一边夸赞小林很贴心 一边拥吻上小林 但小林却猛然推开了她 她说她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她之前总是认为结婚生子只是微小的幸福 就像看不到大海的井底之蛙 她不知道踩着奢华别墅里松软的地毯走路 是什么样的感觉 也不会知道坐在歌舞伎丁的包厢里 享受到的丰盛大餐是什么样的味道 可当小林享受过曾经羡慕的奢华生活后 她却时常地反问自己 这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幸福快乐 和服店老板突然打断了小林的述说 她一边说她明白了她的意思 一边微笑着说她原来已经长大了 她亲密地摸了摸小林的脑袋 祝她以后过得幸福 随后便毫无留念地转身离去 小林看着她头也不回的背影感到了不知所措 她明明是那个提出分手的人 可为什么会反而变成了被抛弃的那个 也让她感到了莫名的屈辱 第二天 小林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周围人大多也都在谈论家庭和孩子 她感觉仿佛有一个无声有力的声音在提醒她 结婚生子才是她最终的归宿 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走到了和服店老板的店铺门口 小林带着报复性的恶趣味 打电话把她有外遇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妻子 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妻子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谢谢告知 她优雅淡薄的神情甚至全程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她无声的轻蔑让小林此刻彻底猛了 安奈听完她诉说的苦闷后笑得合不拢嘴 她说这个和服店老板的妻子也跟一个年轻的男人有染 这对夫妻只是个玩个的 她已经对这种两个大家族联姻后出现的现象习以为常了 反倒是对小林会伤心成这样感到了不解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小林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独立女性 她当初之所以会让条件和能力都不符合的小林通过了面试 单纯只是因为她猜对了1985年发生了什么 日本在1985年的时候设立了平等就业机会法 女性员工在这之前只能做一些端茶倒水之类的跑腿工作 他们被男性员工随意地呼来喝去 因为安奈经历过80年代艰辛的工作环境 所以她很看不上那些不愿家会班 说宁愿结婚也不要有成功事业的女性 那些人下班后就跑出去参加联谊 认为女性最终的宿命就是从结婚生子中得到幸福 安奈一边把头伸到小林耳边 一边说她不是想打击她 但她实际上已经结婚了 小林对这个答案感到了不可思议 因为安奈从未提起过结婚的事情 安奈说她跟丈夫没有住在一起生活 她丈夫是那种靠她支付子女抚养费生活的软饭男 而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她告诉一脸惊讶的小林她是凤子成婚的 虽然她跟丈夫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但她觉得儿子是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她才会做好一个人生活的准备后 接受了如同附赠品一样的丈夫 安奈看着小林把香槟一饮而尽的愤怒样子 她调侃她真的太丑陋了 小林有些罪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她在悦耳的音乐的指引下 走进了旁边的一家酒馆 她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遇到龙芝的妻子美艾 她下意识地坐到了她的身边 笑着用自己是她粉丝的借口主动搭话 可美艾却直接倒破了她的身份 曾经跟龙芝交往过的小林 尴尬的小林好奇地问起 她怎么没跟龙芝去纽约生活 她笑着伸出自己没有结婚钻戒的左手 然后一边为自己横刀夺爱的结果道歉 一边说她结婚后想起了小时候 一直想开花店的梦想 她拿出名片递给小林 她说她结婚的时候欣喜若狂 以为自己嫁给了梦想中的男人 但她在相处一段时间后 却渐渐开始感到了迷惘 她认为结婚的伴侣自身不必很有魅力 而是应该挑选一个 会用心支持妻子想做的事的男人 她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 给小林的择偶观带去了启迪 她从33岁生日那天的打击中 缓过来之后 便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成了结婚 因为33岁的她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了 所以她不再期待 自然邂逅理想中的男人 她选择在婚姻介绍所注册登记 积极参加他们举办的联谊 她觉得自己凭借在奢华中 洗练出来的气质 搭配上艳丽夺目的装扮 她肯定能成为联谊会上 最靓丽的风景 众星拱月任她挑选 可事实却刚好相反 男性先叫走了右边的微胖女性 然后是左边的普通女性 唯独她直到联谊结束也无人问津 红娘委婉地告诉她 来婚介所寻找另一半的男性 最在意的是女性的年龄 而且相比起外表与社会地位 他们会更加注重女性的生育能力 虽然这对于一直在职场 努力奋斗的女性来说可能有些残酷 但这就是现在婚介所的现状 她建议小林降低一些择偶的标准 但小林觉得以自己的条件 找一个30多岁 年薪1000万日元 身高175以上的男性并不过分 红娘被她的天真给逗笑 这种条件的男性喜欢的大多 都是刚毕业的小女生 甚至是在读的穷苦大学生 她还建议小林换一身服饰 因为她穿的衣服一看 就是很贵的名牌 别人会下意识地认为 她是花钱大手大脚的女人 现在来婚介所参加联谊的女性 大多都把钱花在了不太明显的地方 比如婴儿般邓华的肌肤 或者光泽亮丽的秀发 她的指甲油也过于时尚前卫 她最好换成低调一点 有生活气息的样式 头发也最好梳成 比较有女人味的好嫁风 红娘从小林装扮的整体来看 她像是一个雄心壮志的职场女强人 而这种女性是不太迎合 来婚介所的男性的品味的 小林没想到自己 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东西 现在反而成了她结婚的最大阻碍 她突然感觉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恐慌与焦虑 无论她取得的成果如何 似乎都被她的年龄所泯灭了 她晚上在酒馆意外遇到美爱之后 心高气傲的 她最终决定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小林这样执行力拉满的人 一旦下定了决心 想要结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她就像打卡上班一样 每周会见两个以上的男人 她在三个月内相亲了三十个男人之后 她决定与其中的一个结婚 她最终嫁的男人 与以前想象的截然相反 就像是炫烂之急的烟花瞬间归于平淡 她三十九岁的丈夫相貌普通 在一家贸易集团 做着年薪九百万日元的工作 她的父母住在她哥哥家里 靠退休经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他们往后没有照顾他们的烦恼 小林就是被这个平凡的男人 用这句话打动的 她知道这世间没有什么白马王子 她之所以会跟丈夫结婚 只是因为她是距离她最近的一把凳子打 可她在迅速结婚之后 却发现婚姻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般幸福 小林的脸上时常会露出那种似笑非笑的苦笑 令人不免感到有些悲伤 但她已经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只能蒙住自己的双眼 笑着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 她从小就坚信她的人生会是非常美好和浪漫的 但她在结婚后却意识到 人生其实只是平淡无奇 随处可见的故事 虽然她觉得自己没有当成人生故事的唯一主角 而是有种成了配角的感觉 但她却坚信现在的自己很幸福 小林跟丈夫一起散步的时候 她经常会对周围那些说自己幸福的人 投去羡慕的目光 可一个幸福的人又怎么会把幸福挂在嘴边反复强调呢 她知道这样的丈夫对现在的她而言 已经算得上是最好的结局了 但也正因为最好的也和想象中的差距甚远 所以她才会更加难过苦涩 她在宠物电动猫的时候 虽然丈夫说养宠物也可以 但她还是想让父母早点抱上孙子 她没想到自己刚摆脱婚姻的危机不久 又很快迎来了生儿育女的压力压迫 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努力工作 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现在看来成为一个配角也没有什么不好 她只要放下自己心中的骄傲 生活也能过得很开心 丈夫看到天上的美丽月色后 她紧紧握住了小林的手心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她想起了初恋男友直树 她因为不善言辞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传达她内心澎湃的爱意 可小林却没能从丈夫的手上感知到她心中的爱意 小林在古池工作了五年后 终于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她现在带领着十个人的小团队 虽然有时也会遇到工作上的困难 做项目的决定让她感到了成就感 她这天晚上加完班疲惫地回家时 丈夫躺在沙发上皱着眉头问她晚餐吃什么 她听到小林说她加班刚回来之后 她看着手机说没关系 他们可以出去吃 可就在小林感到有些抱歉的时候 她突然看到了茶几上堆满的垃圾 洗碗池里也放满了没洗的网筷 她拿着丈夫换下的衣物走到洗衣机前的时候 却发现脏衣服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她想到一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丈夫 她的心中瞬间充满了怒 丈夫一边从沙发上起身 一边说她生气就直接说出来 不要用这种阴阳怪气的方式 然后接过她手中的脏衣服丢进脏衣楼 回到客厅开始收拾茶几上的垃圾 丈夫深呼吸平复自己的情绪后 她让小林去换一身衣服 他们出去吃点好吃的 小林以为丈夫是要带她去吃高档的大餐作为道歉 可她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之后 却发现丈夫说的好吃的却是大排档里的文字时候 虽然这里的文字烧的味道确实不错 但丈夫的不解风情和她吃东西的品味让她感到了失望 小林觉得静腾先生一直炫耀孩子的行为有些烦人 但丈夫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她压下心中的烦躁 解释说她可以接受静腾先生炫耀自己的能力或社会地位 他们明明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却一直炫耀他们的孩子 她对他们这样的行为感到有些可怜 丈夫的话让小林错愕地愣住了 她仿佛此刻才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她 第二天 小林参加没有孩子的太太的聚会时 他们纷纷表达了对生孩子的不满 认为聪明的女性通常都不生孩子 因为他们要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在职场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如果没有孩子 他们就有时间随心所欲地沉浸在他们喜欢的工作和爱好里 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赚来的钱好好享受人生的假期 小林虽然觉得他们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但她的心里总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 而那些烦躁的哄孩子不要哭的女性 说他们因为有孩子而感到幸福的话语 小林也感觉不到其中有多少说服力 她结婚后已经归于平淡的内心 在对生活的各种怀疑中逐渐躁动起来 她洗完澡后换上了一身性感的睡衣 然后走到客厅让瞌睡的丈夫快去洗澡 跟她一起回房间睡觉 小林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丈夫 她想要的是婚姻的过程与生活的仪式感 但丈夫想要的却只是婚姻的最终节目 她想到了白天打扫房间的时候 在柜子里发现的那本男性第一次征婚实用手册 她好奇地翻开了丈夫做了标签的地方 却在上面看到了丈夫跟自己相亲时说的那番话 她结婚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事业稳定的老师 所以她才能一直忍受着他们这种如同一潭死水一般的婚姻 她一想到这只是她学以致用的相亲套路 她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笑话 可小林却将这本书放回了原位 告诉自己要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因为现在的她是真的想要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生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顽皮的儿子 然后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 所以她在折叠好衣服后 把腌制过的牛排放入烤箱 给丈夫做了一顿精致的西餐料理 她笑着看着对料理赞不绝口的丈夫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说她想要的就是这样回家的时候晚餐就做好的婚姻生活 她的话让小林脸上的笑容微微有些凝固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忍让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有这么想要孩子的强烈欲望 可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丈夫只是把生孩子当成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小林本以为她只要一直像这样欺骗自己 她就可以获得别人口中的幸福 哪怕只是那种看上去很幸福的空心人的样子 但粗鄙的丈夫显然只是想要一个洗衣做饭做家务的工具人妻子 而不是她这种有事业心的职场女强人 小林突然想到了结婚之前遇到的已经离婚的美作 她便根据她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了她开的花辫 虽然她的到来让美作十分欢喜 但美作却一口道破了她来找她的目的 小林跟丈夫坐下来冷静地交谈之后 他们决定分开一段时间给彼此一些时间与空间 然后好好思考一下对于彼此最重要的是什么 小林随后便搬到了美作所在的戴戴木上缘 虽然现在过着久违的独居生活 但她一点也不感到孤独或寂寞 她每天都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吃早餐 享受着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这家咖啡馆的面包很棒 但更重要的是 服务员航平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 所以她在这里吃早餐的时候 她的味蕾和眼睛都能得到满足愉快了 小林之前跟丈夫一起住在丰州的时候 不管她是否愿意 她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会被瓷器彼伏的小孩的哭声或笑声的家庭气氛包围 但她搬到戴戴木上缘就没有了这种烦恼 这里的人们彼此保持着舒适礼貌的距离 街上也开着很多不错的面包店 她走在路上的时候 不时地就能闻到新鲜出炉的面包的柔软香气 她总能被他们激起健康的食欲 小林自从跟丈夫分居两地并居戴戴戴木上缘之后 她每天早睡早起 顺应着自然的起居节奏 她现在不仅睡眠质量有了显著的提升 脸上也洋溢着轻松自在的笑容 她感觉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了一种进化 她在每作的介绍下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 她们的天性自然 追逐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情绪 小林直到最近才认清一个事实 那就是大多数男性都在寻找注重家庭的女人 但这里的女人并不像是家庭主妇 她们就好像混合了顾家与生活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品质 她们身上没有油烟残留的味道 只有柔顺剂的香气 以及混杂着面包和咖啡的气味 可还没等小林想清楚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婚姻 丈夫就突然上门拜访 跪在地上祈求她跟自己离婚 她说她外遇的对象已经怀上了她的孩子 闻言的小林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平静地问起了事情的经过 丈夫说她外遇的对象是她公司里的一个27岁的合同工 合同工的合同一旦到期结束 公司就会让他们离开 这是一条漠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他们这些正式员工会对这些合同工感到同情 所以他们经常会为他们举办告别派对 告别派对的那天 英子拿着酒杯主动坐到了她的身边 然后突然笑着说她衬衫上的扣子掉了 她注意到丈夫脸上不自然的神情后 便主动提出去酒店房间帮她缝补一下 然后两人就在酒精的作用下 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关系 可就在丈夫因为两人许久没有联系 快要忘掉这件事的时候 英子突然出现在公司楼下 一脸忐忑地说她怀上了她的孩子 小林听到这里就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 她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 居然会有男人这么轻易地掉入走投无路的女人设下的低级陷阱里 但她不仅没有点破 反而笑着恭喜她终于有了心心念念的孩子 她就像曾经的和服店老板对她一样 她高高在上地祝福丈夫要过的幸福 丈夫的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 她不断地感谢小林的成全 她之所以会同意离婚 是因为她意识到低品质的婚姻远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也意识到了她一直都被女人幸福的定义无止境地逼迫着 小林看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她觉得自己只要在上面签字盖章 或许就能将自己从世俗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她有些自豪地认为能生小孩的女人有很多 但是能在一流的企业 凭借自己的判断来推动企划的女人则少之又少 她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却连孩子都不生 她的人生是不是有些不完整了 她总觉得自己始终缺少点什么 可当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 她突然想起了母亲提起过的女人的成长方式 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母亲说的一样 跟大家步调一致地迈入婚姻的殿堂 但她却始终都没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了 小林在发泄出内心的压抑后 她擦去脸上的泪水 决定去找自己有好感的服务员航平 她精心打扮后走进了一家小酒馆 可航平的身边此刻正围绕着两个年轻的女孩 但就在她因为感到扫兴而转身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在背后听到航平在呼喊她的名字 她抛下那两个女孩走到她的身边 邀请她坐下来喝一杯 航平真诚的眼神与温暖的笑容 让需要慰藉的小林最终还是留下了 他们也在酒精的作用下 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关系 她看着身旁熟睡的航平 她不知道她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 小林作为一个40岁已经离婚的女人 她不觉得航平看重的是自己的身体 所以她不确定她是贪图自己的钱财 还是一个感情骗子 因为她如今已经有了不错的物质能力 所以她打算像曾经的和服店老板一样 以引导者的角度玩一场养成戏游戏 可当小林询问航平未来有什么计划的时候 她却一脸无所谓地说传道条头自然之日 只有那些不招女孩子喜欢的男生才会拼命攻击 然后一边说她有她就满足了 一边将她拥入怀中 小林对她的不求上进感到有些无奈 小林在参加女子茶话会的时候 林子突然想介绍一个优秀的男人给她认识 她的年龄比她大三岁 在赤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客户也都是一些大企业的老板 虽然她的生活过得比较富裕 但她的婚姻却失败了 每座听出林子描述的男人是杨介 她说杨介的为人确实不错 他们从小就认识 她的做宝让产生兴趣的小林 同意了见面认识的请求 虽然林子的介绍没有虚夸 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身上堆砌 这么多高级奢侈品的人 杨介一脸歉意地说 她没有在挑选餐厅的时候 询问小林的意见 然后说她从小就在港区长大 一直在这里生活 她读的学校认识的朋友 也都住在港区里 因为杨介的每句话 都带着自己出身的港区 所以尴尬的小林 连忙把话题转移到了 今晚美丽的夜景 可她却回答说 港区的夜景确实很美 虽然没有什么恋爱的心动感觉 但性格温和的她 作为一个再婚对象 也算无可挑挑 第二天 小林带着女子茶话会的成员 一起到杭平工作的咖啡馆吃早餐 因为有了杨介这个优质的选择 所以当杭平笑着看着她的时候 她始终都没有做出回应 但她轻烈地举动 也为杭平的背叛埋下了伏笔 林子说杭平是她喜欢的菜食 美作笑着问起了小林 昨晚跟杨介的见面 可当小林笑着回答 她是适合的结婚人选时 他们原本热闹的聊天 突然默契地集体沉默 诡异的气氛 让小林感到错愕的时候 他们又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她仿佛变成了一个 被他们孤立的局外人 她此刻才意识到 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 无法跨越的鸿沟 小林跟杨介去吃寿司的时候 她说这家寿司店 不接待新客 也很少有人知道 所以来这里品尝精美的寿司 就成了他们港区人的最爱 因为杨介对小林的观感不错 所以她说出了她每句话 都在强调自己出身的原因 港区出身的人 都会自发地形成自己的小团体 他们以家族的形式世代相识 虽然有些人会搬出去生活 但大多数人都会一直生活在港区里 因为她只可能会在港区里 选择结婚的对象 所以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跟小林说清楚 避免让她产生任何错误的期望 她直言普通的外地人 想要进入港区的圈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杨介很清楚 两人之间身份的悬殊 与价值观的差异 也知道自己最终 很可能会和一个甚至不爱的人结婚 但她让小林不用担心 她说她就算结婚了 他们也是可以在一起的 她的好意让小林尴尬的强颜欢笑 她终于明白了每座他们的怪异举动 她其实只要稍微打听一下 就能知道每座他们 都是出生于超级富裕的家庭 她天真的以为 他们在一起喝茶聊天就是好朋友 却不知道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公主 只是在跟她玩你好我好的朋友 扮演游戏吧 可这种连刚去花店工作了三天的 店员小姐都能看透的事实 小林却被逐渐膨胀的内心所遮病 她因为现实的残酷 而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杭平的连冒衣衣上 有许多毛球 她现在怀念起了小奶狗的温柔与体贴 可当她买了几件奢侈品牌的衣服 打算从她的崇拜中 得到满足与治愈的时候 却发现杭平早已勾搭上了 港区的名媛小姐林子 空气瞬间就因为尴尬而凝固了 但就在小林想要上前质问林子的时候 杭平突然向她亮出了手上的金表 她笑着说这是林子姐姐买给她的见面 因为这种几百万日元的 这场女人之间的无声战争 还没开始就以小林的狼狈逃离 而画上了休止符 小林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她的脑海中回想起了 那碗小梁任命般的自嘲 她打电话叫出来了十余年没见过的小梁 因为小林是在清醒的情况下 突然在凌晨给她打的电话 所以她意识到她肯定是遇到了愚蠢的挫折 小林把她给行品买的奢侈品衣服送给了小梁 她认出这是很受小年轻欢迎的品牌后 她瞬间就猜到了她遇到的问题 小梁很高兴小林能打电话给她 但她现在已经从公司辞职了 现在在四万十川滞留旁开展植树项目 小林可以理解她这是职业生涯 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后 找到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但她无法理解的是 她为什么会选择去中树 小林坐在窗口观望着东京繁华的街道 茫然地思考着自己究竟想在东京追求什么 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想到了从东京搬到秋田的母亲 她打电话告知了她回家的决定 试图回家后从她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她也想像小梁一样 找到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她在二十年前怀揣着梦想 从乡下奔赴繁华的东京 她在二十年的时间里 靠着自己的能力完成了绝大多数的梦想 但也因为越近繁华而触碰到了阶级的天花板 只能迷惘地逃回乡下 看着被邻居们羡慕了一辈子的东京出身的母亲 她愈发感到了迷茫 小林毫不掩饰心中的轻蔑 外公不过只是在东京市中心开水果店的 母亲为什么会被乡下的人认为是来自大城市的女士 她本以为自己可以靠着梦想和努力走得更远 却一头撞到了隐形的天花板 她意识到自己所能走的路 好像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虽然这种茫然的无力感让她感到了挫败 失去了一往无前的心情 但越近繁华的精力与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 却让她固化了阶级的优越感 所以当父亲询问她是否考虑留在乡下的时候 她说像这样做一只井底之蛙 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的若有所指让母亲的脸上画满了黑线 小玲在街上散步的时候 突然有一辆车停在了她的身边 她高中时期的班主任热情地跟她打起了招呼 祝贺她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因为班主任在高中时曾经问过小玲 她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不加思索地回答她想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人 班主任当时还觉得她的想法有些荒谬与可笑 可她如今给学生做升学就业指导的时候 却经常会用小玲的事迹补补他们 她欣喜地拿出自己的珍藏 小玲接受采访时刊登上的杂志 她说大家在看到这篇女性憧憬的女性的报道时 她们每个人都很钦佩 眼睛里都闪闪发光 可小玲却在听完班主任的感慨后 突然不受控制地哭了出来 她没想到以失败者身份逃回家乡的自己 其实已经早已完成了年少时成为一个被人羡慕的人的梦想 意外与心酸同时涌上心头 这种五味杂陈的滋味根本无法以言于表达 小玲的努力终究没被时间辜负 她虽然没有进入上流社会 但也走完了一段别人所羡慕的人生 她想通了迷惘后又回到了东京 将自己的经历告知了男闺蜜 她的开导让小玲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抚 她开始重温自己在这二十年间奋斗的人生轨迹 回顾那些曾出现在身边的人 那个被梁子揭发外遇而被公司调到九州的游戏 她在经历风雨后迎来了彩虹 那个跟她有外遇的男人最终和妻子离婚 选择和她结婚 他们现在共同经营着一家出口杂货的网店 梁子仍然还在那家公司工作 其他人将她视作为老菜皮 但她已经用攒下的钱出国留学归来 她现在正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 小梁辞去了顶级贸易公司的光鲜工作 现在在四万十川支流旁边的村庄里冻属 她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很出色的公益组织 安奈也有了第一个可爱的孙子 她自从成为奶奶之后 她的母爱似乎被激发出来了 前夫的生活似乎也过得很开心 她总在朋友圈晒孩子与高热量便当的照片 但她的妻子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每座最终和一个离过一次婚的港区男人结婚 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她们的蜜月是去环地中海旅行 杭平已经辞掉了咖啡馆的工作 她经常出现在中产阶级的六本木星城 总是和比她年龄大的女人在一起 她们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了各自的归属 但小林却仍然处于困惑之中 她想泯然愚动却又心有不甘 她再次回到了第一次体验过真正幸福的三茶 试图寻找曾经丢失的自我 小林在章鱼烧的摊位门口意外遇到了初恋男友植树 可两人纵然相逢 也只能此情可待成追忆 她看着植树脸上有些错愕的笑容 回想起了她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光 因为那时的她觉得这样的幸福太过于渺小而感到了悲哀 所以她主动放手选择继续前行 也许至今为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让她认识到这样的小确幸有多么的来之不应 可迟到的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没有谁有义务一直在原地等待 她看着这对幸福美满的一家人欢声笑语的背影 内心里充满了苦涩与泣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 小林肯定也会毫无意外地做出同样的选择 她虽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她知道自己绝对无法忍受平庸的人生 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结果所带来的痛苦与不变 而更应该看到她对接下来的人生产生的影响 小林一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一边收集着这些让人人生圆满的要素 虽然她一直付出着对等的努力 可她越往上看却越发现东京是深不可见的无底洞 但当她看着同龄的女性把人生游戏完成得漂亮圆满 她还是会感到愤懑不平 所以她的想法始终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无法理解的选择 但小林愿赌服输 与其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恐惧 她决定寻找一条可以容纳当下的幸福生活之路 她在40周岁的时候在东京买了一套二手公寓 准备跟男闺蜜一起共度余生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人生的圆满结局 但至少不用担心一个人孤独终老了 世上没有一条没有任何遗憾的道路 每种选择都要承担着相应的代价和后果 因为在大城市里会不断接触到更好的东西 所以那些像小林这样贪婪的女人 永远都不会完全满足于眼前的幸福 但她们会在无数次劝告自己适可而止失败后 一步一步继续向前 因为你只有把那些对别人的极度理解成生活的调味剂 才算是真正迈入了都市女性的行列 小林和男闺蜜在家附近散步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平行世界里更加富裕的自己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她归于平淡的内心再次躁动起来 她还值得拥有更好 她在不知足的欲望的驱使下 私自不倦地向前奋斗 她永远在饮阵止渴 但却仍然甘之如已